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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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是2017年6月6日的每日新聞時間 趁4月在這裡當然要說Fever 運動的東西,對不對? 最喜歡的 我有影片的,播出影片來講 D.A.S.B.O.T 話說Fever的傳播是18 又不是當頭起的,斯朗從來都是起的 斯朗代言 對,你看到他撐到飛階 那撐到飛階,斯朗可以擺放姿勢 你知道,斯朗最喜歡擺放姿勢 對,我懷疑他吃飯也擺放姿勢 對,撐行 Fever18 正式發表 9月29日 會在PC、PS4、XBOX1、Nintendo Switch、PlayStation3和XBOX360發售 當然,大家第一件事最關心的 相信會是有關Switch版的機能問題 對,因為大家都知道 某程度上,Switch始終不可以跟PS4和XBOX1相比 沒錯 於是呢 他們也有寫到 在剛剛那條Trader的影片 那裡有很小 很小 很小 很小很小的字 寫著 這個 他的遊戲裡面 Frozzbeats的 還有這個The Journey Hunter Return Mode 是不是有一個小小的 然後小一個踢球的 又踢幾場 然後又等一等 應該是 上年等被人選擇的那個Mode 應該是 不夠人的那個Mode 那是離譜的 離譜的 離譜的 離譜差 對,那個Mode 這些只會在PC、PS4和XBOX1上面 根據阿4這樣說 你也能夠想像到其中一個就已經不太有需要 那麼這個日文的EA公式的網站那裡也有寫明說 是會為這個Switch調教到 有一個Switch上面 這個比較突化的FIFA的體驗 那麼之前就一直都傳 就是這個 是不是叫什麼EA SportFIFA 那麼現在就比較明確 就是應該是FIFA18 那麼大家原本都在說 是不是會是一隻閹割版 就是好像之前很多的那些機能不夠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做一些閹割版 其實你想想 就算PS3這樣 都已經馬上是閹割版 其實有幾款 譬如在Wii的年代 就有FIFA的 是 那它整個玩法都不同 譬如它 是第一game來的 是啊 其實現在都有 因為9月29日上市的FIFA18 其實PS3和XBOX360都有的 那些人都開始在推斷 其實Switch版的機能 或者線數 其實不是 其實就是追隨 現在會新出的PS3版 以及XBOX360版 未到上 會不會就是這樣 醃了 就是推出辣 那些人就會有這樣的考量 那些人就會有這樣的考量 那些人就有這樣的考量 那這個 那些人 其實就是因為說 因為這次的機器 響亮 現在賣勢 響亮 於是就令到EA那邊 就很有興趣 要出FIFA給它 因為為什麼呢 從來呢 在街上玩 都不是真的那麼爽 或者是上一次你還會這樣玩 可能已經是PSP那個時代 那些WINNING 那些WINNING 對呀 PSP PSP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 於是呢 其實呢 他想要一個可以拿出街玩的FIFA 都不短時間 咦 去年你不是去玩的那一隻是RS版嗎 是啊 之前其實也有的 那當然它會夠出啦 RS版我深信 對 也是另一個套路 就是完全另一個東西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可以拿出街打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孖車這些 給他完全救生的TITLE 就是因為可以這樣拿出去 到處玩 然後於是令到那個獸 可以瘦到可以玩到的那個層面大增 那麼FIFA我相信 都會很有興趣分一杯 其實比較難的 因為打一場BOSS 畢竟的時間是比較長的 但是問題是 至少你可以自己一個人玩的 那譬如 有些人都說 譬如說 玩這個 Ultimate Team 那些 至少你可以打一下分 那你儲一下分 儲一下分 儲一下Coin 然後用來開卡也好 這樣 雖然那個夢想未免太遙遠 那個夢想 是不是 但是 有趣的 我覺得 就是說 結果也是會出啦 結果也是會出 因為其實 有傳說就是出另一隻遊戲 那麼現在 如果比較確認了是FIFA18的話 那我覺得那個 那個期待值就會稍為上升 好 那我們今天 每天摘三文就來到這裡 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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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